这个宇哥07期究竟拥有怎样的天赋 能够屹立在联盟顶端 国内是否能出一位这样的天赋的后卫啊 东西奇啊 那人家家传呢 他父亲当年是导篮球的 而且这个人怎么讲东西啊 出装的身形 极具力量 你看不看到 莱安纳德当年防志宫哥 把志宫哥几乎给掐死了 防尚未发扶走让的卢卡东西 你看莱安纳德限制住了吗 这点要不说是个诡异呢 东西奇啊 你说他没有天赋 但是力量对抗 在NBA屹立在金字塔尖 这就是白人的天生有事 这东西怎么讲呢 欧洲比赛 欧洲基本上有九大联赛 在整个篮球世界啊 他们基本上各个 各顶各都是强调身体对抗的 这玩意对抗尺度比NBA都要这个激烈 因为白人他的肌肉构成 他是短于暴法 强于力量 因此你直接硬碰硬 肌肉对肌肉 哪怕是莱安纳德 这么一个成熟的 三十岁左右的 以肌肉力量组成的球员 防尚未发扶持力啊 对抗的话 人家甚至都占点便宜 你说一说 那你说 卢卡东西的这个天赋 优势在哪啊 力量对抗 有时候怎么讲呢 不过说你想练就练 你看那个整个 全世界发言之内大力士 一般来讲都是白人 全世界俄罗斯大汉 要不就是欧洲 很多这个巨型的 白人壮汉 都是王 那你说东西有没有天赋呢 天赋就这样 他就力量对抗非常强 投篮 视野 各个方面 在欧洲那么一个篮球的大环境 直下成长 因为欧洲篮球相对而言 比较传统比较纯粹 基本功练的好 中眼头发球再结合自己的出手实体 组织团队 团队打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本能 已经融入到东西的骨子里了 所以这就是他的能力嘛 环境也好 而且天赋这块也不是一般般地人能比的 天赋也确实受众 篮球智商 顶级篮球智商 力量对抗 屹立在NBA金字塔吉尔 封线位怎么有几个对抗这块 比多少东西 现在发福了 虚了 现在呀 一跑就累 累完之后呢 难以使出全力对抗了 别人说都变重了 问题你也不是内线的 你是外线 运球呢 忽舌待喘 突破没有脚步 越打越累了 对方防范塔呢 防范的越来越简单了 不像当年了 现在东西弱化了 一个围巾室 基本就能按死 东西不敢打围巾室 打别的力量 也打不动 人家白人呢 打其他人呢 也心里发虚 效果不好 勇士队面对路感东西 根本不加急 他了解 你不需要加急 你担当打了谁呢 谁怕你呢 换防 换防我用别的查防你 现在这个东西 要不怎么衰退了 不如再找了 比不了朗纳德 当年比不了 但是现在就是 不需要朗纳德防他 其他人也能防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